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掀开摄山也道尽 第十五面 最后一行 四摄庄严固 长情摄画一切众随 这一条对于释出世间法 都是极重要的开始 所以我们特别详细的来介绍 四摄就是人与人 人与一切似物 交往的四个原则 在人丝物当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交往 如果把这一桩事情做好了 这个人就是佛无所 人与人交往 做不好 这是凡夫 所以这个理念包含着无尽的智慧 无尽的德能 这四条是不识 爱与力行同思 前面两条已经说过了 现在我们再讲第三条 立行 行是我们的生活行为 立是立业 从齐心动力 严于造作 都要能够立业社会 利益群众 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换一句话说 凡是没有利益的行为 齐心动念 严于造作 菩萨决定不作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自他 是一 不十二 这是四十真相 这个真相 六道众生 不知道 六道众生 他的概念当中 自他是二 不是一 这叫迷失了自信 四圣伐计 虽然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没有亲证 换一句话说 在理论上讲 没有问题 他可以接受 他能够相信 在四上 他没有正得 必须要到夜真法界 这桩事情才真实了 那么由此可知 六道凡夫 你的身 我们不能亲证这个境界 一定要相信佛的言语 我们学服 学服 第一个条件 就是对于老师 佛陀是我们的老师 要有坚定的信心 决定不能有疑惑 我们才能够得到 佛陀教会的利益 如果对老师有疑惑 我们所得到的利益 就要打这口 那么看你这个疑念的深广 你的疑很深 很大 你是完全不能得利益 你疑的比较浅 范围比较小 你能得局部的利益 只有在丝毫都没有怀疑 对于佛陀的言教 百分之百的 依教奉献 我们才能得到佛法 圆满的利益 摄像叶道经 是佛法的根本法律 是基础的教训 这部经里面 没有大小城 没有宗门教下 也没有邪秘 换一句话说 它是共同空 只要你学佛 无论你修学哪个宗派 都要从这一部经典上砸根 所以它是根本的教学 所以它是根本的教学 为我们详细说明 修行实善的殊胜功德利益 后面这一半 开始我们 实善业 如何落实在生活 工作除世代人间屋 修行上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经不能不熟读 不但要熟读 要背得很熟很熟 在六根 借出外面境界的时候 齐心动念 都要想到 佛对我们的教训 这样才叫修行 这一部经里面 所说的 就是观无量寿佛经 静业三福的第一条 三福第一条 是硝阳奉 奉死四掌 慈心不傻 修十善业 我们在过去 讲习里面说了很多 孝亲 尊思 培养慈悲心 都要落实在十善业 如果没有十善业 前面三句 都是空的 剧组十善业道 孝亲尊思 慈心不傻 落实了 你这个前面三句都做到了 这个是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 从初发心 修行正果 刹那即都不能离开 离开这一部经 就离开了佛法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经典的重要性 十善业道 落实在四世法 力行里面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杀身 不杀身的意思 隐身 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种子 即使蚊虫蚂蚁 我们都不可以伤害 我们看他跟看人一样 他出来是觅食的 他没有死罪 我们不能够因为讨厌他 随便地杀害他 不可以 蚊虫蚂蚁 都不忍心伤害他 怎么可能呢 齐心动念去伤害人呢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是利心 那么由此可止 众生不欢喜的事情 我们不能做 我们要做了 就令众生生烦恼 这个就不是菩萨性了 这就不是学佛了 跟学佛完全相违背了 思想 齐心动念 决定与大众有利益 不能想到自己的利益 凡甚差别 就在这一念之间 我们讲众生跟佛了 差别就在一念之间 祝佛菩萨 齐心动念 是利益一切众生 主要知道 真正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真正利益自己 如果这个事情 只利益自己 不能利益众生的 你自己多想想 决定是伤害自己 这个要细心观察 才能看到 粗心大意 看不到 学佛的人心细 你就看这个十项叶 你看这个射条 落在六度里头 落实在布施 落实在持戒 落实在忍辱 落实在精进 落实在四无量心里面 落实在慈心 悲心 喜心 血心 现在讲 落实在四血法里头 四血里面的布施 爱与力行同似 你想想看 这个心多细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任何业法 里面都有十项叶 圆满居足的失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所以叫 粗心大意 菩萨生活 菩萨生活 点点滴滴 无有业法不居足 十三页 法法居足 念念居足 点点滴滴居足 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事 对佛菩萨自自然然 那个恭敬心就生起来了 为什么呢 确实不如 确实比不上 不杀身体 利益众生 不偷盗 绝对没有 占一切众生 丝毫便宜的念头 占人家便宜 这个心就是道心 就是偷盗 动这个念头就错了 活宽还有行为 不邪淫 心底绝对清净 没有一丝毫的染烛 往下识 不忘于 不念识 于是四舍法才真正落实 四舍法里面 每一条里头不居足十三页 你怎么摄受 摄受众生 昨天 跟诸位讲四舍 头一条不实 不实的精益 精华的意趣 就是四舍谈 谈是谈乐 是不实 习是普遍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不实 虚空法界 一切终身 我们做得到 做不到 你能够想到 就做到了 佛在本经前面 开张民意 就告诉我们 一切伐从心向神 我们的心到了 我们的心自然就到了 所以在眼前 六根接触 六层境界 四舍法就圆满了 这个例行 简单的说 孽孽 都是利益众生 而利益众生里面 最殊胜的 是正法久住 正法在哪里呢 正法在我们自己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正法在这里 我们要把佛的教诲 做出来 这叫正法久住 做出来给人看 这是真实的利益 永恒的利益 无比的利益 祝福如来 视线在人间 修行正果 他为什么不从事 其他的行业 为什么要视线作福 用意 用意何在 视线作福 就是视线正法久住 无量无边的利益 这是根本的利益 华阴经末后的五十三餐 那像一棵大树一样 佛是这个树的根本 五十三餐 是他的枝叶花果 你看到这个树 多么陌生 多么好看 那是枝叶花果 你就想想看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去视线 各行各业 行菩萨道 他可以集成王位 以过往的身份 行菩萨道 以大臣的身份 行菩萨道 以现在是工商业界 哪个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 他为什么要实现出家 教学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 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 知道这是根啊 这是本啊 无量无边一切真实利益的根本 这叫正法救助 所以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教育工作 我们中国古人知道 注意看看礼记里面的学记 这一篇 学记这一篇呢 可以说用现在人的讲法 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 这个教育哲学 教育的理念 从汉武帝 奠定了 一直到清朝末年 年前多年都没有改变 都是一教奉行 国家赖以 常治九难 在这个世界 人不分贫富贵阶 不分老少 不分行业 都接受这个教育 在佛法里面讲啊 解释菩萨 学做菩萨 学做君子 学做圣贤 所以这个教育 是例行的 大根大本 根本如是 职业也不例外 所以 无论 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一定要以真诚的爱心 爱下一代 教导下一代 使下一代的人 智慧开了 在我们这一代 经验 成就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路 这是例行 我们从这些地方 细心去思维 细心去体会 就知道 心实现到 以四些 立行些 装言过 能令一切众生 得真实力 得广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 简而言之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繁荣兴旺 人人都能过得 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立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